這首歌叫做都只是過程 我想要把這首歌送給你 因為新年的第一天 大家都會選新年願望對吧 像我就會 五四三二一晚以後 又過了一年了 然後這一年呢 我是不是有成長啊 有沒有做到就是 那時候選的願望 例如說可能發專輯要全力委屈 要怎樣之類的 但是 我覺得第一天是一個很好的目標 所以在這第一天我想送這首歌給大家 也是我們新專輯的主打歌 都只是過程 送給所有有夢想的人送給你們 謝謝 我們五點到七點到樂團演出 我只剩半個小時 歡迎大家往前欣賞他們的演出 歡迎大家往前欣賞他們的演出 謝謝 我們往前欣賞他們的演出 歡迎大家往前欣賞他們 去瞧oli 你剛好欣賞他們 琴事 你三點半個欣賞他們 為你的 我餐他們 習慣換你 補充 他在她跟著她說 ещ我跟著她們 一直看著她們 唯一只是想要自己 趕著換成 心是 你可以找我 我 Stories 會不會有關 這位只有單位 手綁大了 你找到了 要找不到 有你可以 別你平安 沒有人 能為你的人生作證 人生就像是 一條旅程 總有一天我們都要割捨 誰說老了就不能冒險 誰說過的話誰會記得 在做的溫柔 真的實現只是這一切 若只是活著 不要放棄你想做的 即使別人的眼光 對你暗淡的 若只是活著 不要拒絡就在此刻 為了只是想要自己 安全活著 活著讓我聽到風聲的尖叫聲 活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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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平常這首歌應該都是放在最後一首歌的 對 沒錯 你是想提早下班的嗎 你是想提早收工的嗎 嘘 不要這麼的明顯 沒有 因為你知道嗎 剛剛突然有感觸 我覺得其實新年的第一天我覺得 第一個目標我覺得很重要 而且第一天總是要讓我們心態要正向一點 對 沒錯 這樣一陣年才會正向 沒錯 我想要請問一下就是今天在場的各位 有沒有一樣跟我團員一起來台北打拼的朋友 有的話請舉手一下 對 有 欸 不錯 好 OK 不多人 對 其實接下來要帶來自首歌呢 因為其實我從小在嘉義長大這樣 然後來到北部以後 就有了這個樂團夢 然後一直到現在跟大家一樣 然後我一直有一個對我很好的阿嬤 那那個時候她告訴我就是說 因為她問我想做什麼的時候我也不知道想做什麼 然後她就說 沒關係你想做什麼阿嬤都會支持你 對 我就覺得說其實在默想就是背後是 不管是可能是你的家人或你的朋友或是你另一半 她一直很支持著你我覺得這是很棒的事情 對 到現在我都還是記得我阿嬤那時候說 不管你想做什麼我阿嬤都會支持你 我就覺得說很感動 因為我覺得每次當你知道其實夢想會常常遇到沮喪 就是我覺得沮喪的時候我就想到這句話 我就會繼續努力 所以接下來這首歌要送給你們是 我們寫給阿嬤的歌叫做蘇梁梁梁梁 送給你們 謝謝 謝謝